她应该是全网最喜欢臭美的狗了 每天蚕屎官带她出门前 如果不给她打扮一番 她是绝对不会走出门口 干嘛 你要穿衣服呀 不穿衣服了 外面太热了 你暗示我也没用啊 你是真的酱 她就像个爱美的小公主 衣柜里堆满了她各种漂亮的衣服 还有很多属于她自己的包包和发夹 如果有美女胆敢在她面前炫耀自己的美貌 她一定会跑过来和这个女人一分高下 你给我等着 她拿了个包 她拿个包也不来臭美了 她就是鸡毛小公主 萨库拉酱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可谁能想到 一只狗狗也如此的喜欢臭美 每天早上 萨库拉酱醒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跑到大镜子前面 好好地欣赏一下自己的龙毛 磨镜啊磨镜 谁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狗狗 你是你是 嗨 你这一天读问我八百 蝉屎关的家里 不只养了萨库拉酱一只狗狗 还有两只喜乐地牧羊群 一只叫哪里头 另一只叫萨斯给 蝉屎关每次要带他们出去玩的时候 两只狗狗会早早守在门口的蝉屎关 唯独迟迟不见萨库拉酱 萨库拉酱时刻都走在臭美的路上 要说美女穿着黑丝上街这应该很平常吧 但一只狗穿着黑丝走在大街上 估计你还是第一次看到吧 不管萨库拉酱在外面还是在家里 狗身上时刻都保持着一种优雅 当看到蝉屎关偷拍它的时候 它会马上摆出Post配和蝉屎关拍照 萨库拉酱的爱美之心 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只狗的心灵 就连蝉屎关你有化妆的时候 它都要跑来凑个热闹 估计它也想化妆了 走一下 你是不是也想化妆 那我给你化一个啊 走了这样化好了 你自己照下镜子看好不好看 要不然你不喜欢啊 我一晚还带你出去玩呢 带你去见其他小狗狗 干嘛呀 你不去了 一个如此爱美的小公主 当然少不了会有春心荡漾的时刻 这天蝉屎关看见萨库拉酱蹲在窗前 望着外面一动不动 走过去一看才知道 原来楼下有只大金毛 原本蝉屎关不想下楼 不过突然发现旁边还站着一位小姐姐 走 快点走了 还穿什么衣服 干嘛不穿衣服了 一会儿人家都走了 我说蝉屎关啊 感情你也是奔着楼下的意境去的呀 对于这样一只喜欢臭美又很优雅的狗狗 你喜欢吗 好 demi 肝 opard 故 。。 。。 每